在这场意外发生当时 孙岁芬是坐在相对危险的右后座 却没有系上安全带 才会在车辆激烈摇晃的时候 全身到处碰撞 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而事实上在四年前 台中市长胡志强夫人邵晓琳 也碰到类似的情况 现在社会再度传出呼声 希望能够尽快立法 强制全车的乘客 不管是坐在前座还是后座 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 2006年11月 台中市长胡志强夫妇 在高速公路出车祸 车厢严重变形 夫人邵晓琳 左手被卷到车底拖行 书血超过13000cc 才救回一条命 却失去了左手臂 民国100年元旦 国父孙女孙隋芬 也在国道出车祸 胸腹头部伤势严重 书血超过12000cc 却还没有脱离险境 专家指出 他们都坐在后座 也都因为没有系安全带 伤势才会这么严重 安全带就是说 身体就不会造成 很大的位移 很大的甩动 或者是翻滚等等 就可以减少冲击的 欧美国家大多已经立法 强制全车乘客 系安全带 因为国外研究发现 一旦车祸发生时 系上安全带 可以减少1.6倍的死亡 及轻重度残障的比例 我国每年因为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 推估至少可以减少 两三百人死亡 台湾大概可以减少 起码减少两三百人的死亡 还有八到十倍的 轻重残 或者是后遗症 早在2005年 就有立委推动 修改法规 强制后座乘客 也要系安全带 在邵小林出车祸之后 立法院加快角度 三读通过 却因为有立委担心 四到十二岁儿童 不适合使用大人用的安全带 而提出复议 法案一直搁置到现在 交通部指出 如果社会对修法有共识 将会全力推动 但类似事件一再发生 一时呼吁政府 应该要有积极作为 记者欢迎许臣博裕台北报道